看看新闻网 两个女生一般上画面出现了应该是 吃醋了 一男一女她们在河边浪漫依偎着 有可能是所爱的人爱上了别人 才会这么呼吁生气 这女生有些特别啊 光头是吧 而且你看这个穿着的话应该 我们不要怀疑你的眼睛 她就是一位尼姑 这画面中这位男子和他两个人是你浓我浓男舍难分 你说这身为出家人 你怎么能和别人儿女情长呢 所以说就是说这样的剧情的安排 就会让观众这个大跌眼镜 你不能因为张贵健是光头你也爱上她 你起码得还俗是吧 所以说这个写剧情还是应该值得尊重实情 对的不要来误导观众 给大家做笑成一些特别不好的印象 确实有点不太靠谱